避讳正如极字面意思 避讳二字主要是指那些统治者不举说 但老百姓又很想说的事情 避讳有大有小 形成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有些避讳是被动出现的 诸如皇帝的名字 有些避讳则是老百姓主动创造的 避讳并非肉眼可见 在国家政治与民间百姓对接的过程中 那些摸不着也看不到的避讳 就成了一种隐语 虽然隐语的指代性时而明确 时而模糊 时而刻薄 时而幽默 但其无疑是一国语言系统中 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封建王权的形成促成了隐语的出现 简单来说 隐语和直言之间的区别 就如同在甲骨文上的雕刻 和在博纸上的书写一般 前者需要用手一道一道刻画 而后者可以自由自在地运避如飞 显然在甲骨上刻字 和在纸上书写的最大区别 并非费力或省力 而是书写的内容 甲骨文通常明笔直书 而在纸上写字 却需要区笔会识 在一则较典型的甲骨文中 商王曾直言不讳地询问陈下 不好了 胡越丁丑日 西边将会出现祸患 而其陈下也非常直白地回复了军上 西边确实有杂货 那是宫方和土方两个方国在进攻我国东西边境 在这则立文中 军臣之间没什么报喜不报忧的考虑 亦不懂何为委婉 或是因甲骨文刻画太过费力 上古先人大多揽于制造所谓的禁忌和避讳 来遮掩自己的真实意图 最早的政治隐语约出现在夏朝 那句著名的十日葛丧无语辱皆亡 便是夏朝百姓对统治者的诅咒 意为我们已决心和太阳凤亡 这句政治隐化最妙的地方在于 它不仅将主宰人间的君主 比作了天空中的太阳 还一语双关诅咒了夏节的死亡 在上古时期 日与地发音极为相似 只要有心人稍稍拐一下舌头 那句十日葛丧就会变成十地葛丧 由此可见夏朝百姓对绝的痛恨 至于百姓为何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 来诅咒君王 而不是从前那般直言不讳 恐怕与其直言的代价有变化 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直言境界复失的代价太过巨大 甚至需要批评者失去生命 所以后来的人们 便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了起来 转而用隐语表达 可以说政治隐语是百姓 被愤怒或恐惧逼出来的 无可奈何的艺术 最初语言文字 只是为了让沟通 变得更加明晰的工具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们又开始用语言 演示和包裹自己的真实想法 恰是从那时开始 隐语开始发挥作用了 这一时期 人们在推销自己的观点时 只需将其像礼物一样包装起来 就实际效果 隐语显然要比直言更发人深情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包装自己的观点时 外在包裹的东西 并不能太过繁琐 因为这样会让拆礼物的人 失去耐心 中华竹祖 升朝开过元勋 伊尹显然深意证道 据记载 伊尹第一次拜访成汤时 肩上只扛着一口 用来烹饪的大饼 他以食物的滋味为育 向成汤 陈述了自己 推成了治国之道 显然 当时对话的具体内容 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但后世效仿伊尹 用隐语觐见的作法 却理见不鲜 司马迁在《骑史记》 《楚世家》中 也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相传 楚中王继位三年后 不理政务 夜夜升歌 三年之间 他只颁布过一个政令 即 达男友向我觐见者杀无赦 不疑因为 朝政大臣亦显有觐见者 眼看着国家就要衰亡 大不无拘 冒死进宫见了楚王 他对楚中王说道 愿有净银 有鸟在鱼府 三年不黄不鸣 赤河鸟也 只见楚中王笑着达道 三年不被将冲天 三年不鸣 鸣将惊人 从那以后 楚中王一改前行 选贤举能整肃刚进 楚国亦由基平之邦 蜕变为零零强国 后代效仿伊尹做法的贤臣 远不止于此 但是他们无疑 都是伊尹的一代子孙 这种讽语 来阐释自己观点的方法 即所谓的讽见 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了语言 作为自为工具的功能 但需要注意的是 政治言语还有一个重要功能 那就是禁止思考 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避讳